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啦 回忆一下 回忆一下 当年出国 对 就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后来回想了一下 在想Podcast的主题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我可能是因为出差的关系 我真的累积超级多 就是住宿的故事 然后他还知道我是一只铁公鸡 所以我常常会为了省钱 住到一些荒谬的旅馆 我觉得这一集 完全就是为你量身打造 因为泰拉说要录这集的时候呢 我就想说 除了那个出差 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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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有很多经验之外 最主要就是因为他铁公鸡 所以他就会累积 非常多荒谬的住宿经验 来 我跟你讲你错了 我也是为大家谋福利 我就是想要让你来分享 好 那如果真的多花一点钱 我住好的旅馆 会差在哪里 你今天可以站在这个角度 因为不是人人都那么舍得 去欧洲开两间房 应该是我们个性不同的关系 我们三个人在旅行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些 不同的做法 像我今天第一个是想要听你们两位来分享说 出去玩你们都怎么找住宿 打结 讲很慢 就你们都怎么找住宿 因为我们刚刚录广播剧你知道 然后我们刚刚就一直舌头打结 找住宿 如果这一集大家觉得我们的那个咬字 咬字不清楚 找住 这请多包含 你刚刚讲找住 找住付 上取八口 上取八口 对 首先说到这个就是我会 我会用订房网站 不管是取八口 我们这集怎么没有订房网站的业配啊 好可惜哦 对哦 经纪人 我跟你讲这集还没有 这集可以往后 横后横后排 去谈那个 经纪人可以帮我们谈到 旅行社啊 可以吗 旅行社 那我先不要讲订房网站的名字 就现在大家普遍 其实都会用订房网站 因为假设例如你今天想要住一个 亲近住宿 第一个跳起来 其实也都会是订房网站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我就会去比 看哪个比较便宜 这是现代的找法 然后不然就是上网爬文 对 对嘛 因为大家就是住宿过 可能就会有些经验 当然里面也可能会有些业配文 可是至少我觉得 没有没有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 因为其实我蛮常看部落客的业配文 不一定说厂商要求是假的 但我可以多看不同的声音 这是我在爬文的时候 我还是不排斥爬文 我真的不爬文 你不爬文哦 我真的 我真的超级无敌懒惰 你也不爬文吗 我跟你讲 我爬文 我跟你讲 我住宿只会看两个东西 什么 一就是房间长什么样子 对 二就是地点位置 哦 就是那个位置方不方便 我是不是要去逛这个地方 或者要去哪里 会不会要走很久 或者是交通很不方便 不管价格 价格 会有价格 就是有一个价格上限 比如说一晚大概 比如说四千内或三千内这样 对 然后只要没有超出那个预算 我就只会看这两样东西 然后我就不会再去爬什么 我蛮懒惰的 我就很懒得再去爬文或干嘛 这其实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我自己觉得就是找饭店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它的设施 跟房间有哪些东西 为什么这很重要吗 很重要 你又不会一直待在里面 不是啊 你看你这样行李没电梯 你就要扛个半死 对啊 那是因为我住Airbnb 对我要讲的第三个是找Airbnb啦 对 哦 你们也会住Airbnb吧 我去 对啊 我去欧洲跟去日本 我都住Airbnb 对 我很少 你很少住Airbnb 我住饭店 或是那种 比较设计饭店的那种感觉 对 因为布丁就是追求那种文创商旅 给白 有爱街旅馆 对 班茄温泉旅店 对 你上去京都住的那间是什么 哦 忘记名字了耶 也是一个新的 然后那种创 文创旅店 对 然后装潢都很好 因为我们三个人 每次出去玩 住的旅馆差很多 Apple就是可能会比较是偏舒适 然后比较 就是比较舒适 可是价位少搞一点点的 对 然后布丁就一定要有特色 然后也要舒适 但它可能是比较走文青路线 对 然后我就是走高CP值路线 我这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概念 对 可是我觉得布丁刚才找到一个很重要嘛 就是说 你一定要先看一下这个地方 除了你讲的交通跟那个 呃 你刚才讲的什么 照片 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之外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爬稳吗 因为我人生就有一个经验 其实就是北京 就是我跟你一起去北京 对 然后因为我跟Apple去北京 因为我们两个是不可能住一样的饭店 所以Apple就住在北京饭店 是北京饭店吗 你住北京饭店 我忘记了 反正Apple住一个晚上蛮贵的饭店 很贵 贵到饭店 因为我们那时候决定一定要住在北京市中心 我们就是不想要在很 因为北京的郊区是认真远到爆 对 就像你要来台北玩 可是你去住桃源 那么远的概念 哦麻烦哦 所以我们是当时就决定要住市中心 可是市中心价钱一定很高 那因为我跟我老公就铁公鸡 我老公比我还铁 我们就找了一间看照片也还OK 采光不错 然后空间大小也都OK 尤其因为那个是连锁的 其实我以前在中国出差 我很常住那些连锁的快捷酒店 就是很便宜的商旅 所以我想说那反正我也住过嘛 然后我就订了 结果网站的照片都是采光很好啊 什么有窗户啊什么 我一到那边去我整个大傻眼 它在地下室 没有窗户 Oh my God 而且是亚房 如果你们想知道那房间长怎么样 你们可以去看我的北京Vlog 对 我跟你讲真的大傻眼 其实连我自己都傻眼 很像监狱耶 很像对 很像监狱超可怕 而且我记得洗手台就在旁边是不是 对 而且那个根本不是洗手台 那拖把持 就是我的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洗手台 然后就是床 然后就是 旁边就是洗手台 然后整个房间超湿到不行 枕头摸了你以为它是湿的 然后洗澡是要去大澡堂的概念 就是那种很像当兵一间一间的那种 而且它那个一个晚上也要一千五百块台币 就也没有很便宜啊 所以我也没有想 所以可是因为它网站的照片是 它是骗人是不是 还是它网站是一楼以上的那些房间 你答对了 就是要去爬文 因为后来我回去爬以后 我发现有人有写说 他给一星评价 就说 等一下 评价我想起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他我想起来了 他说 我看评价我觉得蛮高的啊 然后就打开以后 他给三星 我说 他给三星 三星 有五颗星里面给三星 评价蛮高的啊 我说 可是 他的满分是十分 他以为满分是五分 不是 他以为满分是五分 对对对 他觉得三分 然后他说 三分我觉得很高啦 我觉得三分可以了啦 结果我说 满分不是十分吗 他只有三分啊 那个厅房的满分是十颗星 不是 因为对 因为你看一般用星星 是不是都五颗星 然后可是他就是用三颗星 他是booking.com的那种 几点几分 对 就是booking.com最高会到 九点几颗 对 九点几颗 三点二 我们做的饭店都是九点多颗星 八点多颗星 他是三颗 太瞎了吧 然后我们才真的很 因为我们那时候订得很急 然后我们就 因为我就跟Apple抱怨说 这房间烂得要死 什么什么 怎么还会三颗啊 然后怎么还可以有三颗 Apple说 小姐 他满分是十分 这就是 有没有爬文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我订房前 就是我有提前 把那个留言打开 我就会发现 底下有大概 三百折吧 在讲说 房间没有窗户 浴室脏得要死 什么什么 他连那个下面留言都没看 都没看 评论都没看 真的太急了 对 所以就因为这些经验 就会让我知道说 好 我就要更 下次要更认真 对 因为 这个我会看啦 我订Airbnb的时候 我也会去看 就是大家的留言 比如说什么 交通真的很方便 然后什么 房东人真的很好 然后住的真的很舒服 什么的 然后我也去看评分 我不会看错 评分我一定是会看的 然后都OK 我就会住啊 我目前没有采购什么雷 唯一的雷就是 不知道他有没有电梯 这样 就是我之前住 因为我男友就是去日本 他喜欢住 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那你们也知道 日本住宿就是 他的饭店都好小间 对 然后所以就变成 心里像打开以后 就没有地方放 然后我们去日本 是去干嘛的呢 我们是去shopping的 所以我们的东西超爆多 我跟我男友都是 世界宇宙会买的那种 所以我们就是不想要 房间没有地方走路 所以我男友就很坚持说 我们一定要住 很大的房间 可是我们又有预算限制 我想说要那么大房间 很贵啊 所以我都去日本 我都住Airbnb 我去日本三次 每一次都住得非常好 就我觉得我都很会订Airbnb 我都会订到那种 日本很厉害的 那种小家庭房子 就进去后有玄关 然后厕所 然后什么洗衣服的地方 然后再推一个门进去 我就是一个客厅 再推一个门进去 是房间的那种 然后每一次我觉得 我都订得很完美 然后又很干净很漂亮这样 然后我们那一次 就是去东京 我想说我要住在新宿 我们去哪 新宿就在地铁站旁边 去哪里 什么都超级方便 什么之类 我想说太好了 然后我又看照片 想说怎么那么大 就是它空间很大 然后又便宜 我想说太奇怪 就我当下其实 是有一点小小的怀疑的 想说 怎么会这么便宜 然后又这么大 然后又在一个交通 就是方便的地方 可是重点是 我有看下面的 就我有在看下面评论 就是每个人都说住得不错啊 每个人也都是反应都说 住得不错啊 住得很舒适啊 对对对 然后真的 所以我就订了 结果到了以后就发现 没有电梯 然后因为我们那天是从京都坐车到东京 然后我们已经在大阪京都一带待了五天 你们可想得知我们的心里有多重 然后所以我男友看到那个楼梯的时候 他就当场跟我翻脸 他呼我本名 他就呼我叉叉叉 为什么没有电梯 我说 我怎么知道 你不会怕 他上面没写吗 我说他上面真的没写 他真的没有写 他有电梯还是没电梯 因为真的不会写啊 真的不会写 他有电梯还是没电梯 可是每一次都有电梯 我就以为日本房子都有电梯啊 而且他的那个楼梯 其实以前你们住在那个景梅 那种木杂路那种 超窄超小 那种一条 就是你从三楼踹那个人下去 可以踹到一楼的那种楼梯 就完全没有转弯余地的那种楼梯 然后我男友就很不爽 就一个人扛40公斤的行李 扛三楼 因为你也扛不动 重点就是因为他带了一个废物女友 所以他才很不爽 他还踹行李箱 他还说 而且因为我们坐到东京的时候 已经有点傍晚 然后下大雨 然后又很累 然后那天又寒冷又很冷 就我们其实呈现一个 有点狼狈的状态 再加上我知道为什么 还要那么神奇 因为我还在东京车站 就掉了伴手里 我在东京车站先买了一个 好几千块 大概三千多块的 就是那个很好吃的蛋糕 还是什么的 因为我还吵着说 这蛋糕很好吃什么 我跟你说我们之后一定很难找 我们好不容易 我们之后也不会经过 东京车站了 我想说我们赶快买 然后很可怕 人超多 然后很容易走错路的那种 然后我们就在找路的过程中 我就把它遗留在一个柜子上 然后我就没带 而且我们已经就是人到心宿了 就会发现 所以他在地铁站已经臭骂我一顿了 他已经说 你又把他弄掉 你又把他弄掉 然后到民宿更是爆炸 没有什么事 我们都只听过故事最后结局 我们没有听过前面 原来是 原来他那么气是因为前辈已经累积了 那好像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生气 对吧 所以他一直说叫你不要背小包包 放不下东西 所以才要提提袋 因为提太多袋子 结果就丢在东京车站了 那补丁雷你有遇过这种图文不符的吗 还是你遇到的时候excellent 因为我发现我可能都会预想很多状况 所以我比较少碰到雷 因为像我之前也自己去京都大阪玩过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因为我的预算 虽然说我不会住太烂 可是我的预算也不能住到很高级的嘛 那我那时候就有想到一个方法 我就去租空间比较小 可是是双床房 对 然后我就进去了以后就想说 那真的蛮大的 因为虽然说他的那个走廊 没有地方可以放行李箱 但是我就把行李箱 放在另外一张床 对 丢到那个双床房 到另外一张床 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小tips 你这样很聪明耶 就是很方便 然后也不用蹲在地上收东西 或是没有位置走 所以这个就是 可是不会贵很多是不是 不会耶 其实才贵一点点而已 因为它本身房型还是小的房型 对 而且这边可以建议大家 就是日本还有一种房也很便宜 它是三人房 但它价钱跟两人房差不多 它是第三张床在上铺的 因为我跟我老公相遇的那一天 他们姐弟三人就是住这种房 然后真的 我觉得真的只有那种很小 就是那种你知道 非常地下人稠的国家 才会有这种东西 对 然后它就是上铺 你就如果假设你是一个人或两个人 你就把上铺拿来当你的置物空间 放东西 OK 对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布丁这招很聪明 你这样讲 我突然想到 我去京都大阪的时候 怎么了吗 我也是一开始跟人家吃啊 后来就是不是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跟一个暧昧对象 去京都大阪嘛 对 然后结果后来不是闹翻我 就说没关系房间你订的 所以我自己离开 然后我一转身之后 你知道临时要订房 我就打开交了软体 等一下你说你订房的其中一个方法 就交我软体的意思是不是 我本来是要问当地人 所以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对不起 对 然后他就说还是你要买一只 结果遇到老公啊 OK 老公是最后一站 哦 所以有先去住 有先去住别人家 这中间我有去住一个大阪人家 然后那个大阪人 他约我一起去看Hanabi 反正他就是约我看烟火 所以我先跟他见面 因为约在人很多的地方看烟火 所以就是我先确定这个人安全 没有 因为主要是因为当天晚上 因为你们知道 很多时候你临时要订饭店 那个价钱非常恐怖 但是因为当时我可能买机票 就已经花掉我半个月的积蓄了 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 负担太贵的饭店 我又不敢住青年旅社 我本来跟他讲说我要订青年旅社 我是真的有打算要订那种 一个晚上几百块的 可是这边也是真的提醒大家 青年旅社除非你真的穷到不行 否则你不要订青年旅社 因为青年旅社的东西的失窃率 真的超级高 OK 对 如果你要住青年旅社 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把东西锁在 车站的那个 置物柜 把一些你真的不能弄丢的东西 你锁在那边 我觉得还比较安全 好反正anyway就是那个人 他本来是要帮我订青年旅社 可是他看一看之后 他就说你如果不介意 你可以住我家 然后他说我跟我妈妈住 然后他说他那天 可是日本很多那种杀人犯 也是跟妈妈住啊 然后妈妈跟着 然后起来看到实体 然后楼上就 你知道他就是藏了一个人 然后在里面软禁一个少女 然后妈妈在楼下都不知道 好可怕 对我此生也不会再做这种事 好可怕 反正我就先跟他约见面在外面 先吃了饭 日本人 然后再看 对日本人 然后我们用英文沟通 然后看了一场烟火之后 然后我才去他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然后先看一下他附近 就蛮灯火通明 我如果要跑的话 我也是有位子 我才答应住他家 所以真的住了一晚 对啊 然后隔天 我还跟他妈妈打招呼 还跟他妈妈聊天 还跟他妈妈聊刺绣 然后隔天他妈妈还 他妈妈还做早饭给我吃 天啊 民宿主人 跟他妈妈说 幸福 我们聊到这里了 对啊 反正这是 这是我遇到老公之前的一个小故事 你没听过耶 对啊 因为刚刚布丁讲京都大阪 我才突然想到 对耶 我在京都大阪 有这件事 对 而且你知道后来我跟我老公聊天 有时候我们才发现 有另外一件浪漫的事情 就是我们两个其实看了同一场烟火 我们在同一片烟火底下 抬头望着同一片烟火 但我们在不同位置 就我们都在大阪的不同位置 这样子 谢谢 完全不知道我小本庄 真的呀 结束了是不是 这个故事突然讲到了 因为我想分享一个 是我去美国 我觉得我印象最多的 其实我人生两大精彩 一个就是美国自住旅行 然后因为你知道美国真的很贵 对 所以我就是住了各种特别的Airbnb 而且因为美国真的很流行Airbnb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去旧金山 然后那时候我妹帮我订 所以我妹完全就是了解英文 然后上面一堆人评价那个房子 Excellent 然后什么 It's like perfect 就是真的给我写这种评语哦 她还写 Perfect woman 我想说什么叫perfect 是圣母玛利亚 有这么完美 然后我就订了 然后它在那个旧金山有一个双峰 就是什么twin pack 就是它是一个 其实算是一个小山丘上面 所以我搭之前的时候搭蛮久 就搭了一小段上到那个山坡去住 房子真的超漂亮 还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旧金山的市区 对 然后我就觉得太好 结果我一进那个房子 我整个头皮发码 整间房子里面贴满了便利贴 蛤 蛤 整间房子哦 王牌天神吗 王牌天神 也贴便利贴吗 有没有电影的啊 不是啊 他就是有人祷告我就会贴 对对对对对 没有是妈妈写的 每一张便利贴都是妈妈写 他就写什么进门鞋子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什么 你要先干嘛再干嘛 然后love mom 每一张便利贴都是写了一堆规定之后 下面写love mom 然后画一个爱心 是一个情绪勒索的控制狂妈妈 对是一个黑天鹅 Oh my god 黑天鹅妈妈 那你有遇到他本人吗 我一直没遇到他本人 但是他房子里面我一见到房间 我这个压迫感超重 他房间写说Wi-Fi你只能使用多久 几点以后不可以使用手机 因为会有电磁波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 可是他哪知道啊 很多惊人的规定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么知道 反正我就觉得 他不会有监视器在看一下 我就觉得这房子太 可是这房子真的整理得非常漂亮 我印象很深刻 他有一个很美的旋转楼梯 然后楼梯上面挂满他们全家族人的画像 我觉得蛮可怕 然后还有耶稣的画像 还有就是你知道各种神的画像 然后还有一些宗教的画像 然后还有整间房子插满花 但我就觉得很恐怖 然后刚好 因为这个刚好是一个神秘的故事 我在机场打开那个脸书的时候 他有跳出那个谁在附近 然后就跳出一个你们班的同学 就是你们有一个同学叫凯特 风筝 对 风筝 就是我不要的那个风筝 他就显示在附近 我想说旧金山怎么可能 然后我就不疑有他继续搭车 又看到又跳出来他在附近 我就密他说 你该不会在美国吧 他说我在旧金山 然后我们就有聊了一下天 所以我一坐到那房子去之后 我就立刻密他说 那个我好像住到一个很恐怖的房子 我现在嘴压力好大 我可不可以去你那边住 就不好 我也是心里 第六感的感觉 就我有预感 我住在那边 我可能会压迫感很强 可是它是好看又漂亮的房子 只是贴了一些便利贴 跟很多规定 然后我很怕触犯规定 因为它上面就写说 如果触犯规定 它可能会把你赶出去 它可能是个密室逃脱 就是你触犯花的规定 就射出来 你就会砰 那压力真的很大 有一个我其中一个印象最深刻的规定是 它有一个很美的陶瓷洗碗槽 它说洗完碗 要用抹布把你 要用黄色抹布把洗碗槽擦干 然后再用蓝色抹布把桌子擦干 然后旁边有一个碗架 Do not put any dishes 就是不可以放任何碗盘 然后那个碗槽超美 不可以放碗盘 然后也不可以把那里弄湿 我想说 OK 我做不到 太难了吧 因为我在美国 我三餐很多我都自己煮 因为我会去超商买东西自己煮 所以我才会都挑有厨房的那个 的地方 Airbnb 对 然后它冰箱里面也是整齐化衣 我一打开那冰箱简直是重化区 就台中气息 一打开什么东西都分门别类放好 我就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觉得 不行 这样我心理压力太大 我出来玩我不要这样 然后我就有点连夜逃跑 因为我又不能退 因为退房的话 你还会被他就是负贫什么什么什么 对 所以我就留言跟他说 我今晚可能会待在市区这样 然后他就说 ok love you 这样 所以我就跑去跟那个 Kite的朋友集一间 这个算是我遇过 其实他没有做什么事 但这个是我遇过比较 诡异的 就是你自己比较怕 我只是比较诡异的 可以理解吧 而且你有一个人住 确实是有点可怕 如果有人会冲进来 因为有两个人一起 我觉得就还好 因为我很怕我违反规定会怎么样 对 如果要赔大钱的话 你就完蛋了 对 我就很怕 因为感觉那个妈妈也是个有钱人 所以她可能也不怕告我 我也遇过很恐怖的 然后这个是有点比较逼不得已的 就是公司出差 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一次居然要出差到台南去 然后 台南为什么要用居然 不是啊 不是因为他平常是不用出差 平常不用出差 他的工作是不用出差的 对对对 然后我后来才发现我们公司在台南有配合的旅馆 可是因为是老公司 然后配合的旅馆大概是五六十年前的旅馆吧 所以我进去之后我真的明显我觉得就头有点晕晕的 你说八字的部分 对 可是因为我那天是跟同事去的 所以我当然就是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一定落跑 保证落跑 你就去住游爱街 对 或是打开交友软件 对那时候可能单身 还死会了吧 那时候单身吧 那时候还单身啊 对 然后反正总之它是那种很复古到不行有传统梳妆台 然后它的那个装饰都是深色木头的那种家具 然后重点是我跟你讲 你一进去就会找到一个风水很差的 因为它的 没有 它的梳妆台整个真真正正的对窗 就是你只要 好可怕 你一睡起来啊 你一睡起来一起床就靠近 你说它在脚底 对它在脚底 它在卡背 对 我记得我印象中因为很久 但我印象中我跟同事说 我想睡里面那个 你说你这样坐起来就看到自己这样 就会看到镜子 好可怕 没错 而且它那个是很大的 还不是小的 是超大的一个梳妆台 我想说那个公司 可你还是硬着头皮住 对因为有同事 可是我记得那天就会觉得有点怪怪 然后就是开灯睡 因为我平常都关灯的 对 然后我那天就跟同事说 可不可以开灯睡 那你同事有怎样吗 诶他 完全没感觉 而且他是 好像做鬼节目的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不怕 很大辣辣这样子 对 然后我也不太敢跟他讲说 我觉得好可怕 那我跟你讲 我以前在第一间公司 我们公司出了名就是 饭店都找了个一两千块以内的 你们也知道在台湾 其实一千块的饭店真的 很不行 不会很好 然后有一次我们也是 我忘记是去哪里出差 我跟我主管 两个人 去出差 然后那个饭店是 呃有镜子 但镜子在哪呢 天花瓣 啊 啊 因为他是 是moteo吗 他应该是就是后来的客员 比较是情 就是你知道 ok ok 因为他可能就这样子会 可以睡觉 看到人躺在上面 躺着睡觉 然后抬头就是我 我不用醒来 我只要这样 我只要张开眼睛 就会看到我在天花板 然后还会看到我主管在旁边 啊 好可怕 然后我跟我主 因为我主管觉得很暗扭 所以我们两个就跑去买眼罩 对 我们就要跑去当地的宝亚买眼罩 因为连我主管都傻眼 然后我就说 诶 这不是我难搞 因为我以前会跟他抱怨说 诶 公司出差也跟我们太烂的饭店了吧 然后主管还会说 哎呀 公司有公司的立场吗 反正他出差也都那么晚回去 那天晚上我就问他说 不是我难搞了 这不是我难搞了吧 你也受不了吧 对啊 That's what I told you That's what I told you 对 我主管后来回去就有跟那个会计反应 就说 诶 诶那个 给我们这个饭店也太过分了吧 会计来说 还好吧 然后主管就说 你去住看看 哈哈哈 不是很难睡 因为你会一直看到自己 然后 对啊 你在翻身的时候 你就会一直隐约看到有影子在动 啊那个是你自己 那是你自己 我不行我不行 这种饭店真的只能拿来拍片 或是拿来快乐 我真的不行 休息三小时就可以了 对 然后可是说到这个 因为我还要分享一个 也是旧金山 可是这个饭店其实我有一点喜欢 但又有一点恐怖 就是呢 我住在旧金山的Castro那一区 它是同志区 所以那边的那个饭店的 那个Airbnb的主人 他们都是旅行家 也是艺术家 嗯 他们就是会把自己的房间出租 所以那个是那个 Airbnb主人的房间 然后他就是出租 然后租给我住这样子 然后我一住进去的时候 他是中国风的爱好者 他房间里面可以找到所有 中国风的东西 难怪你喜欢 没有 例如 那个类似 应该是官 清朝的官的画像 还有 嫔妃的画像 还是命妇的画像 反正就是 可能真的吗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命妇是很命的命吗 不是啦 然后提命妇啦 就是一品告命夫人 三品告命夫人啦 就如意的妈妈啦 对啦 对啦 你说Ming girl的命喔 不是Ming girl啦 是林赛罗海的海报是不是 抱歉抱歉 没有 其实你们仔细想想看 蛮恐怖是画像 对 都在看你 对 她把它放在床头 她是不是 她是不是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等一下 没有照片吗 你有拍照吗 不是 订的时候不都会看到照片 为什么你 你进去以后都傻眼 都跟照片不一样吗 我订的时候觉得蛮漂亮 你订的时候就有看到你 不是 因为她拍起来 太像prinches的照片了 结果谁知道 住进去以后 而且我好像印象她 一开始照片里面 不是把画像放在床头 她可能后来想一想 改位置 改成列 她换成列 因为她 我有看到她左右两边 收藏了很美的 那个青花籽的公灯 那灯感觉一个也是好几千块 花好几万 就感觉很美 所以我一开始觉得住到饱 可是后来越住越觉得 乖乖 那一个人住 我还是觉得很可怕 一个人住好去美国都一个人 所以很可怕 对 可是 就会越想越毛 但因为那个房间采光又好 这个算是我住过 比较特别的房间啦 对 因为我去欧洲 我就是都住 非常好的Airbnb 我只能说就是 嗯 就采很漂亮 采光很漂亮 采光很漂亮 然后非常大 非常大的客厅 非常大的卧室 非常大的更衣间 非常大的厕所 然后可以在里面跳舞 哈哈哈 然后厨房超美 想像自己在演法国片 对 然后厨房超美 在那边做菜 拍Vlog 哈哈哈 没有因为 因为我那时候去 我去意大利的时候 是因为我本来就要拍Vlog 然后那时候我跟我的朋友 就有共识说 我们难得去一趟意大利 我们就是要住非常漂亮的房子 嗯 即便我们待在里面时间不长 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住漂亮的 然后再加上我要录Vlog 所以他就更愿意定一个漂亮的 然后我就觉得 人生很难得遇到这种旅伴 就愿意跟你一起花钱 住漂亮的Airbnb 因为我真的不誇張 你猜我们一个晚上有多少钱 我跟你讲 先跟大家讲格局 就是他进去有个超暴大玄关 然后有一个超暴大客厅 比我们家还大的客厅 然后 然后有一个超暴大主卧 然后也比我们家客厅还大 然后 还有一个小房间 就他其实是两房 就一个比较小的房间 但比较小的房间 大概跟我的房间一样大 然后再一个厨房 应该有三十几坪 三十五坪吧 一个晚上应该要一两万 三万对啊 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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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贵 哦没那么贵哦 一个晚上大概七千 哦那好像还可以 七千多块 台币 那好像还可以 还行吧 还行 对 诶等一下 怎么了 还是算错 还是七千块欧元 太贵 是住城堡是不是 我说错了 那怎么了 一个晚上七千块 是一个人 哦 对嘛 那这一万四 一万多块 对啦 一个晚上一个人要六七千块 对嘛 我想说那CP值也太高了吧 是在郊区的郊区吗 对不起 抱歉 对就是一个晚上一万多块 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 对我们两个一个人 一个人晚上 一天就付了六千多块 哦 但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小资组 所以我 出去玩的时候我都会抓一个上限 然后因为我其实 因为我就是很小气 确实 我也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就是 舍不得花钱享受 所以我就是会很容易住到这种特别 对啊 像我就没有这种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意的东西 不一样吧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在乎说 住的好 这件事 可是住的好真的睡很好 对 我在欧洲我没有一天失眠 没有一天睡爆 也没有一天害怕 什么都没有 我就躺在床上 马上睡着 然后早上悠悠在在醒来 他那时候住北京饭店 他们还叫Rin Service Rin Service 因为我们打电话说 我们已经打车 现在要过去你们饭店了 他说我们还在吃早餐 我说在哪吃 在房间 房间 我们在床上吃 我们在床上吃 他还帮我们倒英式 英式早餐茶 很讚啊 而且有人倒给你喝 他们饭店超漂亮 他们饭店是古迹 就整栋那个柱子什么都超美 我觉得每个人就是 每个人选择不一样 选择不一样 所以没有对错 我出国玩 我就是觉得住宿也是一个 玩乐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也会尽量想要找 漂亮舒适 可能这辈子也没有住过我的房间 或者是饭店住住看这样子 而且我也喜欢有附饭店早餐 自住吧 我想听小资布丁 小资布丁如何兼具享受于小资 对啊 因为你有点厉害 你就是小资享乐啊 因为你虽小资 但你又可以做到厉害的 我觉得一来就是你要抓 提前抓时间找物件 不可以太晚 不可以太晚 而且因为现在饭店网站 当然这样子算是有点偷吃步 可是其实它可以先订下来 然后还没付款 对 可是当然大家不要拖到最后一两天才这样做 这样不行 但是我自己会提早一两个月 然后我可能会锁定几家 就是三四家 然后觉得看起来不错 然后那时候通常都会有折扣 然后就先订下来 然后再慢慢的去爬文 然后跟看新的 这个很实用 就可以保证都是我想要的 你就先拉出前四强 对对对 然后就像Tayra一样 选出Top1 最后再说 We reach the decision 对 所以我觉得这招式还ok 还不错 我觉得用时间换折扣 对 没错 早鸟优惠的概念 我觉得这招不错 我觉得大家可以追踪布丁 如果出去玩可以认真追踪一下 因为布丁的饭店 我也都觉得确实是蛮厉害 因为我也是蛮常去宜兰交溪带 他去的地方我从来都没去过 现在超多新的地方很赞 对啊 你住的饭店很厉害 厉害 还是你男友会订 这一次的话是他会订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 他们两个在这一块就是 共同兴趣 就是研究便宜又CP值超高的饭店 对 因为他这次功课也是做 可能做一两个月之前就在做功课 所以就真的不能懒惰 那我跟你讲 这共通点就是这样 因为我跟Apple有时候可能都会比较 懒惰 比较懒惰 对 那我可能就是想要很省 可是有时候又很急 省钱就不能懒惰 我觉得 就是因为我懒惰 所以我省不了钱 我就觉得算了 但你讲到去欧洲花很多钱 我突然想到我爸的故事 就是花钱找最受 他住的饭店绝对比你贵 因为是城堡 是真正的伯爵城堡 然后就是权力游四里面那种城堡 然后是改建成的饭店 那一晚上的N万块 那结果呢 结果他说那个城堡里面 就是有点太过复古了 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直听到那个 好可怕 嘟 然后还有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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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会学 就那个风 他说那个风穿越长廊 然后就会一直有 嘟 嘟 你好会学 而且他们柜台还会一直拿 就他们柜台还会拿蜡烛给他们 好可怕 我爸在拿蜡烛 然后我爸说他整米都免费了 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去欧洲 花钱住城堡不一定会睡得好 哈哈哈哈 因为我觉得今天想要分享这个事情 我觉得旅游真的有N百万种玩法 然后我觉得今天主要focus在住宿 是因为我觉得住宿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住到不好 他可能会毁了你的性质 你知道吗 你睡不好万一落枕 或是被弄得不开心 所以你要连夜逃跑 因为我妹就有 只有我妹之前就有分享 遇到就是歧视华人的Airbnb 然后因为他不能明讲 可是他就是知道你是华人 他就会想办法就是把你取消 我好像之前有一个部落客也分享过这个 就是他们在到之前 然后被莫名取消 然后他们整个 就是整车人都没有地方住这种 对 然后在美国也是在美国 对 因为这个很可怕 就虽然Airbnb会处罚种族歧视的人 可是你知道 你如果当天晚上遇到 你就是 而且Ryne你是在荒郊野外玩 对 就是很危险 所以 虽然我觉得坐Airbnb或是什么 可以有一些 有趣的经验 像我之前不是说我在美国上东区 我居然住到一个晚上78块美金 这是很便宜 因为上东区就是 纽约曼哈顿的七期 最贵的那一区 就是以前那个破产姐妹Caroline 还没有破产之前住的地方 那你那时候开交友软体 认识一些有钱人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跟我妹 就想说 比较不好意思 你说到有钱人 还没结束 我又想到一个精彩的故事 我以为太ending了 我人生有一个精彩故事 我突然想到 可是这个故事我其实以前有分享过 我就大概讲一下 就是我之前去青岛也是出差 我们公司把我们订了一个Motel 然后我们一住进去之后呢 那个房间居然没有主灯 就那个房间都只有小灯 跟立灯 所以整个房间开下去之后 还是很像就是开小夜灯 可是它是旁边的灯不够多 你是错 它是压根没有装那个 不是啊 我说旁边的灯不够多 哦 不多 旁边的灯没有装 因为欧洲也没有主灯 也没有主灯 所以都是间接照明 对 正上方是没有灯的 它所有灯都是什么 立灯 胎灯 什么灯 什么灯 所以你每个都要自己去打开 它也没有一个总店员 所以晚上睡觉就要一个一个关 对 晚上睡觉就要一个一个关 哦 那我住的那个应该就是 因为它地毯又是紫色的 哦 然后它的装潢 因为我在猜它可能就是 要让大家快乐的地方 所以它不是 什么又是这种地方啊 对啊 这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很因为这个很便宜 你可能想要去快乐 我跟我适合才不快乐 我跟我那个同事那时候才不快乐了 我们两个又不是彼此的菜 但反正anyway 就我这个故事 我那个是一个超漫长出差 然后我那个出差就是 我在第一站哈尔滨 就有遇到一个贵公子 这个我之前频道分享的故事 你有讲过 我就认识了一个有钱 在英国的贵公子 然后在哈尔滨的避暑山庄 然后我们在软体上聊到 然后后来我到青岛 他就说他想要飞来青岛找我 然后所以他就也有飞过来 然后可是因为我就先去工作 结束工作我收到他的讯息 他说我已经把你们的饭店check out 因为你们的饭店太恐怖了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新的地址是 他已经把我们订好的一个 新的五星级饭店 然后我们一到那五星级饭店 他开了两间房间 然后就是帮我同事开了一间 然后帮我跟他开了一间 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为什么最后没有选这个人啊 因为我就觉得他第一 那时候我二十六岁了 二十五了 二十六了 然后他才二十一 二十二岁 这么年轻 对啊 就觉得有一种 而且他又是那种顽固子弟 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玩完而已 而且如果有的话会远距离 对 因为他要回英国 对啊 我那时候还开玩笑问他说 不然你回英国你有要娶我吗 娶谁啊 娶你个屁啊 好下风吧 对啊 连夜逃跑 连夜逃跑就是他 那我来分享一个 从来没分享过一件事情 他回英国之后的那一年我生日 就我们是七月相遇 所以九月就是我生日嘛 对 他寄了一条项链给我 手链给我 然后那个手链上面就是 凑了T Y L A 的就是 施华洛士奇水晶的一个 那个手链这样子 他跟我说他跑了三间店才凑齐 我就说哇 那英国这个店也太缺货了 这怎么货源这么不足 这我蛮感动的啊 可是因为就远距离嘛 对 好 然后我要讲最重要的是 你后来该不会把手链卖掉了 手链没有卖掉 手链还在 手链卖多少钱 施华洛士奇 对 施华洛士奇 对 施华洛士奇 走链卖不了多少钱 还是留着就好 重点是前几个月 我突然收到一个脸书私讯 就是他蜜我 他说他在YouTube看到我影片 他知道你结婚了 对 然后他就来蜜我 然后问我过了好不好 然后我就立刻跟我老公说 老公你还记得我讲那个富家公子吗 然后我就说 他蜜我 然后老公就说 那他要包养你吗 你去给他包养 我们就把房贷还完了 对啊 其实这个不错 搞不好他一直记得你 你看人生错过一个 多棒的对象啊 人生再也不用烦恼的对象 好没有 我只是跟他闲聊了几句 然后我就没有再跟他聊 算了吧 对啊 对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件事 就是 因为这是在我跟关少文的影片 出来之后的事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讲过 但他就有蜜我 可是我就有觉得 对我现在来说 这个已经是你知道 好这种童话故事我已经不想写了 对过去了 对已经过去了 怎么了吗 我坐上放了200块 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说 完全没发现 管少文的晚餐钱 没关系啊 大家可能以为你在招财啊 我放200块 坐上要干嘛啊 小飞 好丑啊 对不起啊 贩店小费 贩店小费 好 故事大概是这样 那你们还有遇到什么 比较有趣的吗 那我想起来欧洲会有一个 比较特别 我不知道是欧洲还是走意大利 就他们的税有的要另外缴 对啊 就去才要补一些有的费用 对对对对 就是订房是一个费用 那那个可能你订Airbnb Airbnb会收走 但是他们还要另外再付一个 就是你住宿的税要缴 对 然后有的就要付现 我就是因为要另外付税 结果就没有现金 对 然后我就在当地那个意大利 找粉丝换钱 你好聪明喔 而且居然还找得到 哈哈哈 我就发现洞 然后结果就说 我可以可以换台币吗 哈哈哈 欸我真的要用台币换欸 我身上的其他现金 什么都没有 因为就有些人 有些人就会突发状况 可能现金不够 所以这个要查清楚 我没有意大利的粉丝 对 因为你看 不是人人 不是人人吃意大利的粉丝 或亲朋好友 以上句就是分享我们一些 有趣的住宿经验 是 对 那就今天Podcast就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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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